士林地检署办理反会选宣导风筝彩绘创意设计比赛 邀请了新北市石门三只淡水及巴黎的国中小学生参加 收建超过了300件的作品 而学生们是将反会选跟故乡特色结合发挥了十足的创意 而士林地检署也到石门国中举办了颁奖典礼 2020大选将近为了宣导反会选的观念 台湾士林地方检查署办理反会选活动 这次特别选择北海岸地区著名的风筝特色作为反会的主轴 让学生们彩绘风筝融入反会选的元素 除了将得奖的作品展出 更来到石门国中举办一场爱幸福征反会 反会选宣导风筝彩绘创意设计比赛的颁奖典礼 狐狸孩子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保有反会的意识 让选举干净不违法 在这些作品里头其实我们看到蛮令人压抑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其实很能了解反会选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他们把反会选的一个主轴 呈现在他们绘制的风筝作品上 那我们300多件作品我们经过很激烈的一个评选 目前呢我们选出了10件特优 20件的优等 这边的特色那我们每年的风筝节都非常盛大 吸引很多这个民众来 那我们在地的学校也都以风筝为特色来发展他的特色课程 那很高兴这次士林地检署在这次反会选的宣导里面 就选择以风筝作为他们的主题 利用风筝彩绘让这个学生在彩绘之中 可以融入这个反会选的一些观念 能够将石门国中特色的一个风筝课程能够行销到全台湾各地 那这一次的一个颁奖活动 我们结合了学校的风筝特色以及反会选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北海岸各个学校的孩子 能够认识石门地区的一个风筝特色文化以外呢 也可以把反会选的这个法律尝试能够影响到家人跟社会 成为反会选的宗旨 这次反会选宣导风筝彩绘创意设计比赛 邀请石门区三支区淡水区及巴黎区之国中小学生参赛 报名相当踊跃 超过300件的作品参赛 也因为可以将反会选观念跟故乡的特色作结合 孩子们都发挥十足创意 最终选出特优十件及优等二十件作品 在颁奖典礼上获奖的学生作品都被印制上马克杯 相当具有纪念意义 很有意义 因为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会选 也让我在风筝上尝试了不一样的创作和议题 我感觉很荣幸可以代表学校拿这个奖 我觉得很开心也很荣幸 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 他们那么热情的参与之外 那士林地检署也在这边再次向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选举活动即将戒指 反会选的活动是全民参与 不论小朋友或是家长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能更理解我们反会选的决心 颁奖提提过后 士林地检署也趁着难得来到北海岸校园的机会 主任检察官准备了与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故事 要透过深入浅出的说故事方式 轻松深化儿童及青少年的法治教育 还有即将与国语日报连展的反会漫画 在现场让学生抢先看 希望学生们都能够透过听故事与阅读报章 吸收正确合法的选举观念 也透过反会风筝作品 要让爱故乡反会选的观念永续传承 记得要评含 石门采访报道